我也是农民工干起来的 农民工在工地上受得累 受得罪 我都有切身的感觉 我愿意去为之吸引 去做事 杨红哥在外面打工 一年复雷的一次 两次 8月份 王总过个大巴 拿来出去探望自己家书 我特别高兴 火山铁的时候 火山票特别不好买 买票非常着急 王总给我买 每个人买了一张飞机票 让我们坐飞机回家 感觉很惊讶 我们一个农民工能坐上飞机 高兴了 一起发货 我们的家书都说他是一个演戏厂的人 而保证变业的人 我五一种在网上见着 有李培杨这个实际 非常令我感动 她也是农民宫 一个家庭的领养猪 上有96岁的爷爷奶奶 还有未熟生的孩子 从我自己农民宫的经历 我也知道这个家庭 现在有多么的困难 每次都这样拿钱 都拿东西 好感谢 都是这么小 有不人也不是这个 也不是亲戚朋友的 那毛主板就觉得他刚好 我都是他有一个突然 我就是有邱家的遇事 他是那后信 谢谢大家 我见到农民宫兄弟 受了委屈 或者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我心里很难受 往上见到黄之山 在建筑工地上出的事情 这个建筑山应该承担赠任的 那一方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 就想直立的去帮助他们 我去年在11月25号 在建筑工地上掉下来 是高位街坛 我说来的又给他一万块钱 又给他买东西 又带他个背景看的 又把他要钱 咱没想到 这一个马车人能办那些 就是农民宫家里很穷 说实的 都是农民宫兄弟 姊妹帮我的马 我才赶到今天 我挣的钱 去帮助一些农民宫 这是我永远一生 做完的事 我愿意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聚焦三农 为您喜欢的三农人物候选人点赞